由温州市文化艺术研究院联合中国戏曲学院 共同申报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古代戏曲编创人才培养 于前不久在温州市正式启动 日前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工作已告结束 下一步将进入学员的选题创作阶段 这次我们作为温州和中国戏曲学院联合申报了 这个项目能够成功落地非常荣幸 我们有缘向全国招生 招来了青年才俊 包括这个辽宁 吉林 内蒙古 陕西等等各大城市 15个市城市的30名的学员 其中呢有博士 博士后五位 硕士12位以及正高 富高等等众多才俊 那么水平非常高 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 到目前为止脱产学习即将完成成效非常巨大 古代戏曲编创人才培养项目在温州市城市大学启动的当天 还举办了纪念王济思 董美刊诞辰110周年的图片展 这个展览也是古代戏曲编创人才培养开班典礼内容之一 这次展览展出了两位温州级著名戏曲家 戏曲研究家的生平史料和著述等 他们从事戏曲事业的历程 及其对中国戏曲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对学员们起到了鞭策和启迪作用 这些年我们的艺术研究院红冬业 先后编转了温州的古代戏曲史 当代戏曲史 戏曲口述史 欧极音乐大全等等 还包括戏曲数字化的工程 做了大量的工作 与此同时就今天这个班 他们院里也是全力一种 我们前年 恢复成立的新九三书会 也是在我们艺术研究院 在影像 目前正呈现出 这个引领温州编剧 编创对我们新生代 这样一个历史的重症 古代戏曲的编创由于难度更大 编创人才更是齐缺 通过专业的辅导和培训 培育编创新人 已成当务之急 这次培训班的举办 采用了多样化教学 譬如探访高则城故居 了解他创作琵琶记的来龙去脉 走进王氏鹏家乡 考察王氏鹏与金钗记的渊源关系 以及参观温州南戏纪念馆 观看温州地方戏的演出 这些都为学员提供了创作的生活依据 我们现在不管是创作这个 古代戏曲的人才 还是改编整理古代戏曲的人才 都极其区范 所以这次温州文化局和温州艺术研究院 能够举办这么一个人才评论班 把全国的很多精英人才 集聚一起 对南系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是对这个工程将来的发扬光大 对南系的发扬光大 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发扬光大 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 具有很重大力量 这次古代戏曲编创人才培养项目 由郭启鸿 谢伯良 邹德旺 严全毅 王安逵 张曼军 黎继德 张思聪 张烈 于卫民 张世杰等著名剧作家和学者 组成讲课导师队伍为学员授课 并将辅导学员们的后期剧本创作 那么脱产学习以后 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面 在我们导师前期授课的基础上面 回去进行这个古代戏曲的 这些传统剧目的一起改编 整理 以及这些昆曲的这个新创新编 那么在两个月结束 经过导师的指导和改稿以后 在三个月的项目结顶验收当中 我们将呈现出的是 学员的一个每一个大戏的剧本 最后我们要召开一次 面向未来古代戏剧编创人才 培养的全国性的研讨会